歡迎收看周治的東橋Vlog 我是包博 我是雯 上一集我們成功安全度過了香根的颱風天之後呢 今天我們繼續來介紹香根幾個有名的景點吧 開始 整理好了我們離開飯店囉 今天還有一整天的行程要跑哦 耶 那今天天氣真的超好的 超爽的 昨天晚上還狂風暴雨 真的 今天已經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了 今天再來到雕刻之森美術館 雕刻之森美術館是1969年開館 是日本的第一個戶外美術館 這邊大概有120件雕塑大師的作品之外呢 還有以碧卡索館為首五個室內的美術館哦 這地方真的很適合各種不同的陰影城的人來參觀 對啊因為這邊也有很多小孩子可以玩的東西 所以從家庭然後到就是一般的成人小孩這邊看比較 有很多小孩子的內容也是可以的哦 我們逛完了哦 這地方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我來過香根好幾次啊 但是一次都沒有進來 這次因為拍片所以有機會可以來這邊 雖然我不是很懂遺書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看了 看了讓我覺得有種放鬆 然後開天的感覺 這個地方看過了 說出門的 這哪裡啊 我們現在到了大詠谷 Yes 大詠谷現在的風量啊 我只發現台風是還沒有走還是怎樣的 很誇張的 對啊這個風太大了啦 這個今天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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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了 這今天纜車沒有開啦 對對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對 沒有選的富士山 耶~~~ 這是大永烏最熟悉的黑色溫宿男 然後聽說只是一個可以多過七年喔 欸 喂 我覺得我有點渴 想要喝什麼 欸 啊 這個 那個是我看過最凌亂的一個販賣集合 比較傾倒 然後這邊的話 直接進去可以拿sample 啊 可見得昨天的颱風有多強 真的 超可怕的 經過了一番折騰 我們終於安全的回到車上 附近一番韓徹谷 沿德大永谷室內車位 什麼東西啊 因為風太大了 上到囉 耶~~~ 耶~~~ 我覺得這次的旅程真的是 東橋遇過算是蠻奇異的 首先是 台風來嘛 對 然後 隔天雖然放大晴天 但是風大到一個風這樣 真的 我們中文來吃 湖畔的 拉塔拉長 義式餐廳 開動囉 耶~~~ 喔~~~ 在暴風跟寒冷中呢 就結束了就是魯智湖的拍攝 我們現在回到車上了 接下來我們開車在湖的周邊 讓我們放放吧 不小心踏入這個N4巷公園 然後 發現有一點在 健行的感覺 對啊 我們從山 就是從底下 跑到上面 大概已經走了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對對對 我以為想說公園 就是走兩步可以看到風景 對 這公園比想說大超多的 兩天一夜的香跟取材 終於到現在結束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往東京的方港走 好玩車啦 這是一波三折啊 從剛剛加油 然後到尋找 那個還車的地方 因為我們路況不熟嘛 所以就繞了好久 我們這次的香跟之旅 中共非常厲害 拍了幾支影片呢 我們拍了十支影片 然後我們拍了兩個Vlog 然後幾支旅遊影片 然後幾家餐廳 還有呢 我們拍了三部開箱影片 雖然說 香跟兩天一夜的旅行 然後其實呢 每一個地方都在改行程 然後每吃一頓飯啊 或是每去一個小地方 都要瘋狂的拍 就是開頭結尾 開頭結尾 專長等等 整體來講就是 蠻累蠻感 不過也覺得說 生後蠻多的啦 拚一下 拚一下 好啦我們在上演戰 做結束啦 以上就是兩天一夜的香跟Lock 總共拍了十支片喔 大家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大家再見囉